本文封二傻原创 他还晒出了九宫阁,语气中充满了作为父亲的自豪感,看您大俊认真弹钢琴的样子,穿着小西装还真有点王子的感觉呢?大俊在参加爸爸去哪儿的时候总是被人说长相憨厚,今天一看得有点惊艳,越长越有气质,而且和他爸爸一样充满了才华,在台上彬彬有礼,像一个小大人一样, 真的超级优秀,拿着获奖证书,喜新预测,今年才八岁的林大俊已经有这样的风范,真的是超级棒,不过转眼就开始独嘴卖萌,展现小孩子的志气和可爱,在获奖证书上,明明白白写着大俊,获得了一等奖,和一个极具天赋青少年特别奖,充分证明了大俊的钢琴能力确实不俗,不过主办方的这个翻译, 却有个错别,字,最下面一行应该是向我们展示才华,不过倒也无伤大雅,王恩有意一致送上了祝福,表示以后要去看大俊开的钢琴音乐会,还调侃林永健,大俊他爹,大俊肯定比你小时候优秀是吧, 请回答,林永健是一个很平民化的演员,眼睛过硬让人过目不忘,而在孩子的教育上,林永健也是很接地气,并没有像其他新儿代一样,像一些贵族学院,而是上的普通小学,林永健送孩子去小学的照片,也像是我们普通大众一样,相当亲民, 而且林永健也会教育孩子要积极向上,带着孩子去爬埃贝尔铁塔,虽然下着雨,看大俊还是一副性质薄薄的样子,让人忘记这还只是一个八岁的小男孩,林永健是在四十岁的时候才有了大俊,中年的词应该很疼爱, 再加上之前,林永健曾经痛失过一个孩子,赵树应该会很宠溺林大俊,但是林永健对于孩子却很严格,并没有过分溺爱,大俊的性格很暖男,很乐于助人,在爸爸去哪儿,中大俊在小朋友中人缘最好,也被升上行商高,图片渊于网络。